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健康的双胞胎大熊猫降生了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常重视这段奇妙的缘分 2016年1月 这对双胞胎大熊猫就被正式任命为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形象大使 这是联合国首队全球动物大使 为什么会邀请大熊猫做大使呢 作为享誉全球的中国国宝 大熊猫在世界各地圈分无数 在代言的道路上备受宠爱 但联合国选择大熊猫做形象大使 并不仅仅因为它拥有较高的知名度 更是看重它奇舰物种的身份 作为奇舰物种 大熊猫对栖息地的要求非常高 这些高要求涵盖了许多其他 并微物种的生存需求 大熊猫的奇蹟地 是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分布着一千多种脊椎动物 和上万种高等植物 保护大熊猫 就像撑起一把无形的保护伞 庇护了和它一起生活的金丝猴 小熊猫 竹鼠等众多珍稀物种 尽管大熊猫保持着较高的出景率 但它们的生存 其实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大熊猫面临什么样的生存考验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 气候变暖和自然栖息地丧失 为这个种群带来了难以预估的威胁 大熊猫出现了灾难性的种群缩减 数量不足十年前的一半 对此中国实施了大规模的保护繁育计划 增加了自然保护区的数量 修复和改善了栖息地环境 给大熊猫营造一个适宜的生存空间 投入科学研究 增强大熊猫的繁育能力 使其种群数量得到了有效提升 2016年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将大熊猫的物种宾威等级 从宾威下降到异威 这充分展现出 中国大熊猫保护工作 所取得的成效 以为世界宾威物种保护 带来宝贵的经验 中国大熊猫营造成很运势 中国大熊猫营造成很运势 在保护和重新的地域 在生存的地域 我认为它很运势 在生存的未来 并且在生存的未来 我认为它是一种影响的故事 2016年 在双胞胎大熊猫一岁生日之际 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 举办了命名征集活动 从五千余个名字中 奇奇和点点脱颖而出 奇奇代表启发 点点代表点亮 象征着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起点 也象征着全球 可持续发展路径的新奇点 就这样 联合国的最萌代言人 有了自己的名片 拥有这样呆萌的伙伴 携手共建美好的地球 你愿意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